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二十世纪 从1901到1905到1950 以后到了1989到2000 到现在2009年 你看 有一个很大的演变 就是灵恩派的人继承了五旬结 从1901开始 整个世纪发案的结果 他们在大概一九六几年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二十世纪是圣灵的世纪 等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我问他们的领袖说 你怎么解释 他说正如我们现在看 十六世纪是改教世纪 那么我们应当说 二十世纪是圣灵的世纪 我对他说 你不要太早讲这句话 因为今天我们看十六世纪的时候 我们给了一个名称 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 把整个基督教改头翻面 成为一个真正的忠语圣经 回到纯正信仰的路线 实在是改教运动 这个名称是以后看回历史的时候 给他讲的 给他称呼的名称 好不好二十世纪是不是圣灵的世纪 让以后的人根本评论 我们现在不要讲 他们的回答是 只有二十世纪 教会才重新得回应当尊重圣灵地位的这种看法 而二十世纪 圣灵的工作这么清楚 而二十世纪反正是讲圣灵 和接受圣灵工作的教会的大大发展 所以二十世纪就是圣灵的世纪 这个事情我现在不辩论 我告诉你 二十世纪是讲圣灵讲最多的世纪 是 二十世纪讲圣灵讲的最乱的世纪 也是 二十世纪是用圣灵的名把教会带到最偏离圣经的世界 是 这是圣灵的工作吗 我告诉你 不是 哈尔巴夫的孩子 Christopher Bath 讲过一句话 如果圣灵是吃人合一的灵 在哪一本书 谁知道 你们的保守圣灵所吃 合而为一的心 有没有这一节圣经 在哪一本书 一部所说 他问一个问题 非常使人惊叹的 如果圣灵是吃人合一的灵 为什么 灵恩教会是最多分裂的教会 从1901开始 五旬学运动 一直下来 灵恩运动里面的派系 越分越多 越分越多 他们很难合一的 他们最爱讲合一 你们记得前任的基督教论坛报 曾经在一篇的文章里面 大写唐从勇反对合一 我已经赦免他了 如果你们所讲的合一 就是大家热热闹闹 来开一个大会 特会 这个叫做合一的话 那我问你 你们有没有跟天主教在一起啊 你们有没有放弃你们的宗派 放弃你们的招牌 全部改成天主教 如果你们没有回到天主教 那你们认为你们是有合一的 那你告诉我你是怎样叫做合一 我不好意思告诉你下面几句话 Rick Warren也提到合一 华丽克 他说合一是很要紧的 所以为了合一的重要性 我们就不要那些制造混乱 制造困难的那些异议分子 这个事情演变下去 就变成什么 合一 或者变成分裂 你听懂吗 合一是很要紧的 你反对合一 我们就把你开除掉 这个是合一吗 所以呢 California有一个教会 有160多个看出他的毛病的人 就开始批评 那些教会里面 有360个一天到晚读他的书的人 一直尊重他 结果他们那个教会 就来了一次的表决 表决的结果 多数就把160多个少数开除灰激 因为Rick Warren说 合一是要紧的 所以就要牺牲那些异议分子 那个教会就永远分裂 合一是口号吗 合一是什么吗 唐重用反对合一吗 合一是不是我们来唱合一的十个 所有跟我走的就叫合一 反正不跟我走的就不是合一 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 这首诗歌为什么不在天主教唱 为什么不在信友堂唱 只在灵恩派唱 因为你到灵恩派那边去 他就说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 弟兄弟兄到这里来做弟兄 来吧 我是不会去你那边 你来吧 这个叫做合一吗 所以我要你们眼睛清楚一点 思想镇定一点 看这个事情